假设这个是一个系统 你如果说将来可能一些社工书去调查 调查完之后他就会输入一些资料 那可能他输入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可以也是有党 他输入的时候 可是有时候事与认为 他使用者端 常常输入都不是你要插书 你不希望他输入 他就输入一堆不应该输入的东西 所以尽可能的 像我如果输入使用者端输入的话 我会先怎么做呢 我宁可我在VBA里面先做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可以让他怎么样 跳出来 规范他 反正呢 让他知道说你该输入什么 输入完之后让他新增 新增完之后 再输入下一笔下一笔 反正就让他一直不断输入就对了 那如果说他输入出 输入按新增之前 你可以去check一下 去个什么 他的输入规则到底对不对 如果不对 你就跳出警告 让他不要就输入这个之类 因为如果他输入下去 有的时候才是麻烦的开始 因为你还要去检查那个错误 可能要花更多时间 因为之前有很多厂商 他们可能那个 就是公司是跨可能两岸三地 很多地方 那他们输入方法 就是使用的端 大概知道输入缆接缆位 可是里面输入回来知道 都不对 而且很多地方都在一起 都不起来 所以要花更多时间 去解决 使用者端输入错误的问题 可能有时候 比输入的时间 还要更多 那其实就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你倒不如 让使用的端输入的时候 给他一个什么 规范 OK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大大减少 因为输入错误 而产生 你后面还要再收尾的这个时间 像之前有个 也是一个同学 他说 学了这个时候 他用在 因为他的公卖局 等于是 他底下有五百多家的经销商 然后呢 刚开始也是这样 输入全部错 他回来的资料 每一家都输入不一样的东西 他是头大 后来他就用表单规范 他发现 哇这一招太好用了 回来的资料呢 他再也不用花时间 去检查到底有没有错 因为基本上 都已经规范好了 所以来的资料呢 都是可用的资料 OK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部分呢 还蛮需要 去做输入端的一个限制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也蛮像那种 就是你用其他的 城市开发语言写出来的 我觉得 但是你又不用花太多时间 表单要怎么做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我假设吧 我希望 有总共身份字号 姓名 生日 到这里 到这里 比如说呢 社工人员去访查 访查回来 他要填资料 填完之后 后面才去做后续的作业嘛 对吧 那可是你要能够做出一个 输入资料的一个 像这样的表单 要怎么做 不过 假设他填资料 比如说123456 假设这个资料 那他名字的话叫某某某 OK 然后生日的话 当然你就照他的格式 比如说这样子一个 OK 格式 那户籍例最好是下拉清单 OK 不过其实生日这个 其实也可以做出一个 那个可以用选的 那那个又比较复杂一点 之后有机会再来谈 那下拉清单也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其实尽可能让使用者 不要乱输入 可以用选的 那基本上他会产生出的几率 也就大大降低了 OK 不然他不知道这输入什么 如果下拉清单他用选的嘛 OK 比如说选 好 选完之后当然 类似像这样 像这样的表单 做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按个新增 然后就把这四个资料怎么样 填到我们要填的这个位置 那首先当然你按新增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什么 第一个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在哪里 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最下面一列 怎么样 加1不就好了 OK 所以加了1之后 那我就知道填到哪里 第二个 我要填到哪一个 A蓝到D蓝 欸吧 1 2 是不是少率啊 年纪 年纪 年纪跳过了 所以这个年纪可能之后 我们再自动产生了 OK 因为它填到生字之后 那我们可能就是再去算这个资料 那如果按新增之后 那我怎么去做 其实很简单 就是Sales 最下面一列再加一列 然后A蓝就是Sales 那如果最下面一列再加一列 就R好了 R列的A蓝 那我就直接按 就是A B C到E 按下新增 诶 有没有 资料就全部输出 输入完毕 那输入完毕之后 那假如我又换一个人 也是一样的话 比如这个随便改一下 好了 那换一个位置 OK 按新增 又一笔了 有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 输入输入输入 而且很好输入 甚至 这边可以按Enter 自动清空 有没有 然后呢 就换下一个 所以填资料很方便 反正你前端作业 甚至一个这个系统 你就可以让人家很快的输入 甚至订单来的 电话也来 填一填 按下 订单也可以 这个可以拿来做 就是进货 销货的一个系统 进销存系统也可以这样做 OK 那可是问题 第一个 要怎么去把这个画面做出来 第二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跟各位讲 不会 我是指我 OK 没有 开玩笑 但实际上也真的不是很复杂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你们大概知道一些重点之后 你今天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 并且撰写出对应的程式 不会非常复杂 都是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设计表单 第一个画面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表单的画面叫出来 一 之前不是有插入模组 对不对 同样的动作按右键插入什么 自电表单 下面是模组 所以是这里 OK 所以他们邻居 应该很好找 如果你模组之前都没问题的话 那自电表单 第二个的话 它的名称 这个名称预设是叫 User Phone 1 不过我习惯会把它改名称叫Home 但你不改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 它的名字叫什么 以后你要叫它的时候 你要叫得出它的Name 你不要说这个名称明明是User Phone 1 如果你用Home 就叫不对了 OK Enter一下 第一个先把它的Home改一下 Enter 第二个呢 它这个系统 我这边叫什么 安养中心系统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安养中心系统的话 记得它底下这边有个属性 OK 这个叫属性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 没关系 它是在这个属性视窗这边 也会跳出来 第一个改它的Name 第二个改它的Caption Caption指的是左上角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安养中心系统 安养中心系统 所以把这个字给打上去 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安养中心系统 好了 那习惯上表单是从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大概概念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比用小画家应该更简单 小画家可能还比这个复杂 你大概记得这些就好了 其他暂时先掠过没关系 慢慢你再自己去摸索一下 其实也不是算太困难 它只是说这些属性就是它的外观 你可以去控制它的外观 这是从属性去变更 好第一个 第二个呢 里面的东西 由外而内 里面 由左到右 我们里面的东西需要放什么东西 其实你们也可以 就是 参考一下云端 反正就长得像这样子 那我如果希望字是红色的 但你不一定 你可以用别的颜色 生日字号 生日 等等 姓名声 这些总共有四个 这个叫做label标签 上面这几个叫文字方块 底下是下拉清单 再多一个按钮 那里面的东西在哪里呢 基本上都在工具箱里面 工具箱里面呢 标签有没有 就是那个前面的东西 label 这个是文字方块 下拉清单就在隔壁 按钮的话呢 在正下 这个标签的下方的下方 OK 四个东西 其他当然还有其他的作用 那我们就怎么做 比如说 身份字号帮我填一下 那当然第一个 你拉出一个像这样的标签的话 里面呢 你如果 这可以把它放大 点一下可以放大 那如果说你要填 身份字号那几个字的话 它在caption属性里面 输入什么 身份证 身份证 字号 身份证 OK 好 类似像这样 Enter一下 那你会把字上去了 OK 可是第二个你想说 诶 哇字太小了 怎么办 诶 请各位看一下 用拆的啦 也可以拆得到 字 可是它那个按钮很小一个 这些东西找不到 按钮很小一个 在旁边点一下 字把它放大一下 多大好呢 16好了 颜色呢 开画改 那先改那个字 按确定好了 放大了 身份证 字号 好像太小了 身份证字号 OK好 类似像这样 那颜色的话怎么办 记得哦 它有个Fall Color 在字的颜色下方 前景颜色 点它旁边箭头 调色盘 改个红色 OK 这个字的大小 OK吧 好像大了一点 把它调一下 调14好了 OK好 那你做好一个之后 其实另外海底下还有三个 对不对 我教各位 其实不用再重新再拉 因为你还要再改嘛 你就按它之后 一样按Ctrl鍵 Ctrl鍵是什么 复制嘛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分别改什么 姓名 生日 户籍 对不对 OK 改的地方就在这个Caption属性改 当然有可能一种状况 你拉 因为你可能没有拉那么稳定 对不对 Y7扭8怎么办 今天没关系啦 选一下 左空向 白色的 上面有个格式 对齐 向 向 有没有 向左圆对齐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整齐了 那间距如果不一样大 格式里面有个垂直间距 相等 有没有 如果你大小不一样也可以啦 这边有个什么 大小有没有 可以调整大小 调整完全一样 OK 好 那旁边的话再增加 它总共三个那个文字方块 这个是要给它输入身份字号 然后往下拖拉一个 这个是给它输入那个姓名 然后给它输入那个 它的生日 那再下来这个用下拉清单 因为户籍地我希望 让它就是用下拉清单的方法 那至于里面的字的大小 预设都是9号字 所以你通通把它改成14 那你不用一个一个慢慢改啦 我记得是可以这样啦 通通一起选 按Ctrl键 然后再点它一下 你可以一次全部都改成14号字 最后再加上一个什么 按钮 在这里 拉一下 那上面的讯息 一样改那个Caption 改成什么 新增 字太小 没关系 这边改一下 十四号字 颜色的话呢 一样 改一个红色字好了 好 这个时候你的表单 就大功告成 OK 那应该 不 比想象中应该简单一点吧 不过动手做就知道了 不理论上真的就是你注意那几个细节 其他暂时先不要动它 没关系 其他再改 最后如果说你要能够让它 在Excel里面被看到 上面有个箭头 执行一下 就跳出来了 OK 但是现在程式还没撰写上去 程式撰写上去之后 它就可以输入东西了 OK 好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来把画面还给各位 玩玩看 基本上这个表单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 但是如果你做出来的话 其实这个系统 以往你要设计像这样的表单 你可能要找外面公 那个外面的那个 程式设计软理公司 帮你们做 不过那个都 花费都是非常的昂贵的 光要弄一个表单 你要找人家来估价 不得了 但是如果说 你们自己工作上 有这样的需求 我想 只要你有输入上面的需求 都可以用表单来实现 而且 至少我觉得你输入完之后 你的问题会减少 非常非常的多